各位同学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来学习公司金融学 首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 什么是公司金融学 那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我们的主角 公司 那什么是公司呢 我们首先来看看 大家是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公司就是大家一起赚钱 公司就是上班下班顶点走顶点倒的一个地方 公司就是一个有租借一个大家庭 就是大家一起能够赚钱的地方 就是一些生产生活机构 公司就是一大群人在一个地方办公 然后有什么管理管理者 然后有什么底下的这种干活的这种 看来大家的答案是五花八门的 实际上公司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模式 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 实际上我们很难给公司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因此我们转而通过梳理它的一些特征来近距离的了解它 一般来说企业有三种所有制形式 一种叫做个体所有制 另外一种叫做合伙制 而最后才是公司 公司的主要特征是通过与上述两种所有制的比较而体现出来的 那公司与其他两种所有制形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 所有权与经营权是相分离的 具体来说投资者是通过持有公司的股份来获得公司的所有权 而他们利益的代表被称作董事会 那接下来呢 董事会会招聘管理团队来负责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进行运营 而管理团队不仅要对公司的资产和负债来负责 同时也要对公司的股东 也就是所有者权益部分来负责 这样呢由董事会代表的所有权就与管理层所代表的经营权向分离了 这其实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 试想一个土豪 他有钱有时间 但是没有专业知识 而另外一个有专业知识的人却没有钱 在没有公司之前二者都不能获得价值的提升 但是土豪可以投资成立一个公司 他批请有专业知识的人打理这个公司 这样两个人就都可以各取所需了 从而实现了双赢 那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就大幅的提高了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 因为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 首先第一个好处就是 公司它是一个独立的法人 与自然人一样 它可以有自己的名字 可以获取和转让资产 也可以来签订合同 也可以起诉或者是被起诉 那在一个公司当中 股东的自然人属性与公司的法人属性 实际上是分离的 这意味着公司独立的对债权债务来负责 而股东则以他的出资额为限 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举个例子 如果公司的债务是100元 而股东的出资额是80元 那在公司清算的时候 超出的20元债务 股东是不用还的 这就是所谓的有限责任 这也就是公司这种所有的形式 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好处 而第二个特点呢 是所有权易于转让 这是因为公司的所有权 是通过股份的形式体现的 那无论股份转让给谁 都不会改变公司的现实存在 因此一般情况之下呢 公司所有权的转让是比较容易的 第三个特点是永续经营 因为公司的存在独立于所有者 因此任何所有者的去世 或者是退出 都不会影响公司的法律地位 所以即便公司的创始人退出了 那公司也能够持续地经营下去 上述三个特点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筹资能力 那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 除了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同时 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弊端 比如我们可以想象 把股东看作是公司的老板 而管理层呢 就是打工仔 二者的利益呢 并不完全一致 因为即使打工仔工作再努力 他拿到的也是固定工资 而他创造出来的超额收益部分呢 都归老板所有 所以打工仔们就有很强的动力 借用老板的资源 最大化自身的利益 比如他们可能更愿意拿公司的钱 来装修自己的办公室啊 或者是购买商务飞机等等 这就是我们公司金融学当中 所说的委托代理问题 股东是委托人 而管理者呢 则是代理人 二者的利益啊 是不相容的 那这里就有一个自然的问题 我们如何解决 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 所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呢 一般来说 我们有如下的两种方法 第一种 就是加强外部的监管 比如在我们国家 我们有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公司法和证券法等等 这些法律法规 试图通过外部制度的建设 来降低委托代理问题 所造成的成本 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通过薪酬契约的制定 使得公司的管理层和股东之间呢 激励相容 例如通过授予管理层股份 或者是期权的方式 使得管理层也变成股东 这样呢 我们就不怕管理层不卖力了 了解了什么是公司之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来看一下 什么是公司金融学 顾名思义 公司金融学 就是以公司为研究对象的 对其经营活动当中 所涉及到的三类金融决策 进行分析的一门学科 第一个决策叫做投资决策 它是研究将企业筹集来了资金 或者是资源如何进行投资的问题 第二个决策呢 我们叫做融资决策 它研究的是从哪里 或者是如何为这些投资项目 来筹集资金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 就是我们所说的分配决策 它研究在多大范围之内 以何种方式来将资金 返还给股东的问题 而上述决策都服务于一个 共同的目标 就是公司价值的最大化 这既是公司金融学的第一要义 也是本门课的整体框架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堂课我们都学到了哪些东西 首先我们介绍了什么是公司 我们发现公司最大的特点 就在于所有权和经营权是相分离的 它一方面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 这些好处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筹资能力 但同时呢 它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坏处 这主要体现在委托代理问题上 了解了什么是公司之后 我们随后了解了什么是公司金融学 简而言之 公司金融学实际上就是回答 公司经营过程当中 所涉及到的三类金融决策问题 第一个是投资决策 第二个是融资决策 最后一个是分配决策 是会论点转很重要的 女儿梦 如果是一集没有每个人 tum 我开始就jak来 第三个是融资决策 但是?" 再提五第三个是融资决策